127 廣州日報2015年7月25日報章 A 13 第一指今日生活拜王丹同酒 看大鬧天罡去萬事兄弟製作的大鬧天罡 時長114分鐘 世界動漫的中國學派中外動漫藝術大展在廣東美術館開展 藏在口袋裡那一本本小人書 還有像大鬧天罡一類的經典動畫片 承載著太多人的童年記憶 孩提時代的動畫片讓我們記住了故事中的人物 傑傲不純的喉煌 聰明機靈的沙毛 還有古靈精介的米奇 勇敢無偽的丁丁 充滿正義的鐵碑和木 還有無手不能的機器貓 作天喜 世界動漫的中國學派中外動漫藝術大展在廣東美術館 《三百余見珍貴的動漫》首稿 雕塑和《百余報》中外經典動畫影片 通過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動漫的學術背景 在廣州損起一股強烈的解讀動漫 中國學派軒封 文、圖廣州日報信記者黃丹和《小人書》 爭響於世界最早版本傳品上雞毛信 三十八萬元成交句式 此次展覽由廣東美術館 中國美協動漫藝委會 中國國際漫畫折組委會 廣東省動漫藝術家協會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共同主辦 將持續到九月四日 在中國 漫畫也包含了傳統的連環畫 即《小人書》 專家回顧 上世紀六十八零年代上海美影廠的動畫片 以及上世紀七十八零年代范榮一時的連環畫 《增肯如世界》 而當時中國的水脈、剪子、木偶等動畫形式 更被稱作中國學派 在世界上流下了鮮明的印跡 《不容忽略的時》 與國際動漫藝術和產業發展水平相比 中國的現狀並不理想 處於初級階段 《有趣的時》 《半世紀前產品的小人書》 居然以收藏品的面貌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從上世紀九零年代以後尤其是進入二零零零年 每年的升值空間都大於百分之十 如今日本最早版本傳品上計無信 在拍賣行竟然能以三十八萬元成交 可見小人書收藏有多熱 經典名作一一呈現小二黑結婚連環畫手稿 首量上本次大展展出三百余見珍貴的動漫手稿 標數和百余報中外經典動畫影片 以一個多世紀間世界動漫的學術背景為觀照 呈現一個完整的中國學派基本樣貌 參展作品包括連環畫、漫畫手稿、動畫美術原稿、視頻等等 總數量超過六百多幅 其中包括著名畫家風子海角時期代表作品十月幅 萬賴明創作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猴子老月年環畫 何有籍經典名作小二黑結婚、廖兵興十二生肖 港台藝術家蔡志忠、旺澤、奧右翔、朱德蓉、黃玉郎等人的成名之作也得到修路 另外,風美華人世界的老夫子除了展出漫畫原稿外 環有手扮公仔、動畫方面也展示許多之名作品的珍貴美術原稿及分鏡手稿 余登日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的水墨動畫 山水情的動畫視頻及三十一幅水墨手稿 此外環包括動畫《拿渣男海》、《三個和尚》、《黑貓景長》、《不有經典海賊王》、《多拉A夢》、《鐵比亞同目的蔡露露片》 其中最引人觸目的是首次在中國大陸亮相的日本動畫中 公司級人脈剛其進親筆手繪作品 包括《天空之城龍貓》等漫畫和動畫分鏡員 稿數十幅、《大鬧天剛後》動畫片變長了專家介紹 中國學派概念始創於文學領域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被引入動畫藝術 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為代表擁演了一大批具有或時代意義的經典動畫片 1956年由華軍舞編劇、特偉導演的驕傲的將軍、從人物造型、動作設計等方面 者禁中國的經劇藝術、成為中國學派的開山之作 1961年以齊白石繪畫為藍本的短片《小科豆酒馬媽和》 1963年由李海驗中國畫作品目同衍生而來的目的為代表的水墨動畫 樹立了中國學派的社異標竿 1964年 萬事兄弟製作時長114分鐘的大鬧天綱 使中國動畫由短片向序視性長片過渡 成為中國動畫的時代巔峰 這些作品不僅使中國動畫跨越了學習美國 模仿蘇聯的初始階段 構建了尋求自身發展的基本框架 還以鮮明的民作風格在世界動漫時中留下精彩篇章 並在當時扮演著先驅角色 tран邊 以為讓我們 Resident Evil 公式會用選擇 更難搜封 最新的購誤 成為特別獲得